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來先宣傳一下大師的天氣節手遊的社群 那如果大家對之後天氣節手遊有興趣的朋友們 或是觀眾朋友們 那可以先掃大師的這個手遊社群 大家一起來互動討論 那我的QR Code在畫面這邊拿字形掃一下 掃完之後呢 會叫你輸入密碼 那這個密碼是3345678 是3345678 那LINE的社群是不會有你原本的大頭照的照片 跟你的名稱 然後你在進入社群之前呢 他會叫你選一張大頭貼跟 設一個名稱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那有任何問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討論 那其他的朋友們也會跟你互動 那記得加入之前先打聲招呼 那大師知道你是誰跟哪一位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我們影片開始吧 好那今天要介紹的是長翼峰 長翼峰 大家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這個人在天地劫當中有出現過 那就是林泉峰上面的身影 身影上人 楓然月有跟主角英俊平說過 就是我們要去找一個身影上人 詢問他一些事情 那這個四 這些這些 這個人呢 就是 游城幻劍路的長翼峰 那這個長翼峰 名字是很很難記 是不是沒什麼印象 不是難記啦 是沒什麼印象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秦威岡的師弟 秦威岡又是誰呢 我這講起來又複雜了 反正這是在游城幻劍路有一個門派在天瑤派 天瑤派有 裡面主要的有四個人 一個是秦威岡 長翼峰 然後 封靈森跟黃埔森 那 封靈森跟黃埔森就是 生下的一個孩子 這個孩子就是封寒月 所以 在神魔之尊上當中呢 長翼峰跟 林山老人 啊就是神影上人跟林山老人 這兩個人 原本就是 封寒月的媽媽 封寒月媽媽的 師兄 所以他對封寒月 都很照顧 好 那 這一次要介紹的長翼峰呢 就是也整的型了齁 他原本長什麼樣子呢 原本長的樣子 哇嚇死人了 我跟你講 原本長這樣 原本長這樣 有沒有 差這麼多 他變成一個機動籃子了 看起來他以前也是蠻壯的 差蠻多的 你看那個鬍子 那個眉毛完全不一樣 那個拳骨都不見了 拳骨都不見了 拳骨都不見了 好 好吧 習慣了 好 那我們來 展示一下這個 這個人物的情報吧 OK那 那一面內文有講到 神魔自尊傳當中 開朗洒脫了風去影視 這是曾經天躍派的惡例子長翼峰 OK剛才有提到天躍派嘛 絲毫沒有前輩的價值 彷彿就是個衣著稍微飄逸的小老頭 知識淵博還愛收集一些寶物 武俠作品中的標示世外高人的形象 就是天靈節當中的長翼峰 然後那時候被 寶物砂就是算計 然後果不其然就被妖女偷襲了 在陰劍屏一行人的幫助下才成功解圍 相傳在這個設計這個角色的時候 還想安排他和太虛金仙有一段異式 太虛金仙就是在 這又扯遠啊 神魔自尊傳當中 你要拿到一個 那個火靈冰石啊 你要拿到火靈冰石的話 要去在開封的客棧吧 應該是開封 然後的客棧裡面 有一個太虛金仙 你要先跟他講話 才可以開啟就是去 那個拿火靈冰石的這個路線 而且你還要拿到飛翔之獄 你才可以 才可以開啟這個關卡 才可以進到好結局 OK 不過後來因為劇情的安排 暫時各自了 差點匪魯女友都有了 果然是這個瀟灑的小老頭 當然說起他的實力嘛 那可是不容小覷的 畢竟長翼峰可是出自實力強盛的天搖派 是僅憑他和大師兄秦偉剛兩人 便可立錯中原武派眾人的存在 年紀是比大師兄秦偉剛連長一些 不過江湖講究是入門先後 所以他也就只能屈居第二囉 個性隨和著他 並不會為了門派裡的名頭而煩惱 看事情心如明鏡 面對師兄對師妹瘋寧珍的擔戀 也是經常開導 卻也無人為力 或許一開始就是錯的 可有什麼是對的呢 這應該是他的武器吧 在天津姐手遊的生平裡 記載查一封與瘋寧珍的一段小故事 師兄師傅說有一首詩和你很像 可是我怎麼問他都不說 唉師傅不過是拿我開個玩笑 師妹我要當真了 可是他為什麼要開這樣的玩笑呢 哈哈我哪裡知道 誰人有沒有注意 清風悄悄吹起的桌面上的書 上面的字蒼靜有力 事事要把整張紙都刺破一般 少年學劍術動員白員工 紫燕黃金筒 啾啾瑶綠俊俊 這個念俊嗎 我是出自李白斯 傑克少年長 少年長行 劍術無雙的少年 卻無法實現心中的理想 大概這邊是常一封當時的心境吧 據說常一封年輕之詞 擁有可被稱作玉面少年黨的美貌 奈何時光沖沖 如今這身段怎辦回不去了 豪邁撒脫了常一封 在天地劫手遊中依舊飄逸足 做了團隊中的御風職業角色 高移動力與閃力 可是他拿手好戲 喔他是御風喔 雖然連技偏長 卻絲毫無法掩蓋 常一封壯術的身軀 如果你以為他是戰士型的角色 那你就大錯 大錯特作喔 手持天搖刀輪 一招一試 顯手自然 得起對方攻擊也是輕而易決 他竟然用刀輪 他竟然拿刀輪 我還以為是拿劍欸 再看一次 好因為常一封在 在幽城跟天天姐當中 沒有他的攻擊招式 所以這邊無法多做評論 不過看起來就是還行啊 反擊 感覺是火屬 喔是火屬性的沒錯 OK 自帶被控技能 攻守有序 有效提升自身暴擊傷害 而且一旦主動攻擊 觸發暴擊 就可以閃避敵人 下一次攻擊 可謂是進可攻 快可少 喔這角色還不錯 可是要觸發暴擊 觸發暴擊之後 下一回就是一定閃避 還不錯 這還不錯的技能 OK 而作為刺客型的角色 同樣帶有無視護衛絕學的 無視護衛絕學的 挫骨之息 命令大批敵人 亦可使用回旋捲刃 進行應對 在戰場上的功能性 可謂是數一數二的存在喔 回旋捲刃 是不是類似韓謙秀的那招 我忘記那個名字了 挫骨之息 OK 迴旋捲刃 好一般喔 以上就是長逸風的角色介紹 小失明還把之前人物的情報 整理在下面喔 色小可以選擇喜歡的進行了解 如果你還有其他想看到的人物 記得在下方評論區告訴我喔 OK就是之前的角色介紹 這邊我們都錄過了 好 好如果 好啦就這樣 就是長逸風 沒辦法多做評論 只是樣子又改的蠻多了 好啦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囉 掰掰